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严肃分析,李小璐领先贾连姐妹团是越来越美还是大不如前 贾家事情如何,我们吃瓜吃菜的群众也不好论断 指着事牵扯出的名人明星,都呈现出一种让人匪夷所思之感,也实属难得 这篇李小璐在舆论中痛苦挣扎,另一边姐妹团的成员却在开开心心的跨年聚会 而马苏已被认为成功取得C位,聚会的酒吧还被网友扒出疑似有难磨在营业 这点和TTDIY的爆料对应上了 都这个时间点了,其实安安静静在加跨年会对姐妹来说比较好一点吧 所以看下来,这批聚会姐妹花真的是不疯魔不成活 总之脸还是分不清 网友都说聚会姐妹花不如叫加连姐妹团 话说加连姐妹团这个称号其实由来已久,也经历了好几代的成员 第一代是他们叫泰迪姐妹团,因为都很喜欢萌萌的,像玩偶一样的泰迪狗 创始人有获思艳,迪小璐,甘威和熊乃锦 慢慢的,他们身边的好朋友逐渐融入到这个姐妹团里 第一代元老有获思艳,熊乃锦,秦兰,迪小璐,杨幂,甘威等和新骨干 当时杨幂还是七笑妹 不过随着杨幂和霍思艳闹掰,主要是因为争抢秦兰当时男友露川的电影里的角色而闹的 大家都觉得这几个姐妹不仅有意脆弱虚假,脸看起来也越来越佳 所以称呼为贾连姐妹团 第二代的贾连姐妹团加入了刘云,董璇,英采儿和方安娜等人 他们平时各种聚会party非常多 关系看起来比第一代要铁很多 时间上比第一代为耻的要求很多,但随着甘威的贾太太当的急急客威,熊乃锦和英采儿渐渐淡出聚会 第二代贾连姐妹团随之逐渐分崩离析 甚至第二代成员英采儿,采儿姐其实完全不假脸,公开站出来挺李小冉而不是李小璐 而刘云也早发言论说自己不是什么脸闺蜜团的成员 你不是刚上吐槽大会力挺过闺蜜李小璐吗?贵犬的陆水轻易我们真的不懂 姐妹团解散就解散,大家完全没在怕的,毕竟第三代又足起来了 第三代的姐妹团中加入了姜妍,马苏,刘雨琪 这当中,马苏是因为和李小璐玩得好家进来的 姜妍是因为和李小璐一起拍戏变熟之后越来越铁的 她和马苏还有方安娜黄博一起开了一个火锅店,更方便聚会 博哥你要小心啊 一起参加活动,一起聚餐,甚至一起追星,追杠,真姐妹不解释 行走江湖,轻易什么的,能不说就不说了吧,免得分分钟打脸 而作为假脸姐妹团里这一群长得基本一样的女子 传达了多少桂圈女星脸部变化的实践经验啊,这么多年了,都有百度认证的 今天,大家就和欣欣老师一起来回顾回顾吧 像当初,其实她们一个个还是很有辨识度的 比如李小璐以前是顶着小周迅的称号年少成名的 真机敏可爱,灵气逼人 刘雨琪之前的长相作为锐利的御用模特也很到位 以前的秦岚更是辨识度十足 她的织画当年多好看啊,武大哥当时要把持住自己有多不容易 可是现在她们却变成了网红脸大拼盘 而这一团人的脸型都有什么特色? 首先,假脸姐妹团的共同特点,小V脸 大脸不配做姐妹,并成着这样的原则 姐妹团的脸一个在一个的小,一个比一个的尖 现在的马苏,脸比之前窄了不少,却衬的脸看起来更长了 脸越长观众员越差,因此马苏其实可以适当把脸是胖一些 估计看起来会讨喜得多 以前的姜岩下巴比较圆,脸岛还是很窄 现在的姜岩下巴很尖,标准的小V脸 当然无论怎么拍照,都比之前要上镜好看得多 假脸姐妹团的共同特点,欧式大双 欧式大双是姐妹团永远放不下的直眼,比如方安娜 虽然并不知道她是Silly,但名字一直出现在团里 她之前其实是双眼皮,但是属于比较浅的双眼皮 因为太浅了,有时候看起来就像单眼皮一样 现在的她再也不用担心双眼皮会被忽略了 朋友一波一波的换,根本不知道你们口中的好闺蜜是真是假 可能太幸运太成功的人都不会特别珍惜拥有的一切吧 谢谢大家